德州優斯頓Rosenberg的一家Dennis餐館在星期一遭到一輛SUV撞擊 造成23人受傷 事故後的視頻顯示一輛紅色車完全在餐館內 周圍的牆壁和窗庇位 警方表示司機沒有受傷 店內受傷的23人傷勢從各傷到更嚴重的傷口不等 但都在送往醫院時保持清醒 傷者年齡在12歲至60歲之間 傷勢並未造成生命危險 大多數人已經出院 Rosenberg警察局局長星期二表示 濕滑的道路和速度是導致司機撞入餐館的因素 餐館附近是一條繁忙的公路 事故發生時公路上有雨 目前尚未對司機提出任何指控 事故仍在調查中 天下惠視記者編輯報導